竹地市場將會在10月6日關門 場內的新鮮食材其實是怎樣的呢 就在這個時候回顧一下 漁船將漁獲帶到岸上 由7間水產供應商負責運到市場裏 透過拍賣 水產由7間供應商轉到638間批發商手中 批發商會再賣給餐廳、超級市場 或者其他消費者 每天凌晨的時分 竹地已經很忙碌 來自全國各地的海產 一車車地運入市場 市場裏面最密集的就是批發商的區域 魚檔之間只有條窄路 所以送貨都要用小型運輸車 渡步豐夫是批發商光鋒的老闆 每天凌晨4點 他已經在店鋪對單 很多相熟的餐廳都會提前下訂 他知道要拿到好的魚 才對得住客人的信任 由於年事已高 他將要買的抄在紙上 交給徒弟負責去拍賣 投回來的魚切件之後 就可以送貨去餐廳 給廚師預備食材 處理完訂單 就差不多時間開始 很多名廚都喜歡親自來竹地入貨 好像壽司之神小野二郎 以前就會帶兒子來教他選魚 跟魚販交換情報 又或者純粹航圈一下 遊客一樣可以進來參觀 一直做到大約下午2點左右收市 聽起來就容易 做下去一點都不簡單 他十九歲就入竹地 在叔叔的檔口學師 頭一年就辛苦到 差點劈跑不了 捱足幾年才可以入到拍賣場 條魚好不好 只可以靠眼光經驗去猜 每次將拍賣的要點寄下來 一般要4-5年才可以掌握技巧 雖然辛苦 但工作時認識了很多朋友 令他對市場多了一份感情 到了44歲就自己出來開店 他憑著這個檔口養大了一個女兒 不過工作實在太忙了 很多時候一個月只有三天休息 加上以前患過盲腸炎 女兒擔心他父母不來 想來幫忙 爸爸就這樣說 女子是女子是女子 這個社會是男的社會 絶対にそういうことは思っていません 謝謝